受到蛮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下雨酿成了车祸意外 一辆载满饮料的大型货柜车 行经花东纵谷路野断的时候 天雨度滑自撞护栏 满车饮料洒落一地 还一度造成公路严重回堵 花东纵谷路野断上 塞满着一瓶又一瓶的饮料 有麦茶 分解茶 牛奶花生 连同散落的纸箱 现场一片凌乱 因为载运这些饮料的白色大货车 自撞护栏 左侧破了一个大洞 车头灯也撞毁 左前轮还卡在路边水沟 拖掉业者以及警方赶到现场 而招式的驾驶则是一脸错愕 似乎受到不少惊吓 不但车子受损 饮料爆销 而且还造成商向交通严重回堵 事发在24号下午2点多 货车驾驶开着载满800箱饮料的大货车 行进化东纵 古路野断食 一次受到台风外围环流雨势的影响 天雨落滑 失控自撞护栏 虽然饮料洒满定 索性驾驶只有轻伤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以及责任赔偿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的林响 台东报道